每日福音 在此要跟全天下的母亲们说声 您辛苦了 祝所有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紧接着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福音经文呢 是在《若望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 那时耶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都跟随我 我给他们永远的生命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抢走他们 那是我父所赐给我的 他比一切更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中夺走他们 我与父圆为一体 在今天福音中 耶稣用善目的形象 表明他拯救世人的决心 绝不让任何人从他手中 夺去父托付给他的羊 而保禄也深刻体会到基督的决心 所以全心全力向外邦人宣讲福音 然而 耶稣和保禄对羊的保护 首先不是对他尘世生命的保护 而是对他灵性生命的保护 事实上 许多基督徒都受到了迫害 甚至殉道 但他们却因此获得永远的生命 就像末世录里所描绘的 将来 羔羊要牧养他们 他们的一切泪水都会被擦去 保禄曾说 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 也必与他同生 在听完今天福音之后 但愿我们都能够了解基督 和宗徒们的用心良苦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泉源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福音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